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四二五一,第五、第六行开始,我们先念几段经文。 若有持世观世音菩萨明知,舍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为生利谷。 我们从这开始研读,这是接着前面讲。 开始的时候,吴金义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是什么音乐,名字叫做观世音。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吴金义菩萨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 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人生,皆得解脱。 今天年龙一心成名,今天年龙一心成名。 今天年龙一心成名,就是从那一段来的。 这里讲,这个开始讲呢, 假使遇到这个大火的时候, 有火灾了,后面还有大水,水之后再有风,水河风啊,是一个三种大灾难。 除了这个三种大灾难以外,还有四种,比较这个大三种大灾难稍微轻一点。 和起来有七种大灾难。 这七种大灾难呢,观世音菩萨都能够来救苦的。 观世音为什么这个七种灾难, 其实这七种灾难呢,是举这个例子而已。 我们人世间, 固然是灾难多了, 多得无穷无尽的。 就是在人类众生以上的, 还有天道的众生。 在下面讲,有三土的众生。 六道以外, 还有, 那个, 神文云菩萨, 菩萨当中, 包括这个, 正道法身内的法身大师, 都有这些这个灾难。 但是这些灾难呢, 程度不等的。 在六道之内的, 凡夫众生的灾难, 就像水湖风这些灾难呢。 六道以外的神文云菩, 他什么呢? 他有那些这个, 有这个无名所起的烦恼。 这些啊, 观世音菩萨, 都能够来救济的。 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 连六道, 六道以外的, 六道以外, 从神文云菩, 一直到, 这个祖师祖解的啊, 一直到这个, 等救菩萨, 都有。 那观世音菩萨都能够, 都能够, 都能够, 这个, 就, 度化他, 就能够救他。 凭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是神通威力啊, 这种神通威力啊, 只有佛才有的啊。 且上回, 跟各位讲过啊, 观世音菩萨是, 早就成了佛了。 早成了佛, 他现在, 在西方极乐世界, 是西方三圣之, 之中的一位啊。 他帮助阿弥陀佛, 来, 教化众生。 尤其, 观世音菩萨, 与我们苏佛世界的众生啊, 特别有缘分。 所以我们苏佛世界啊, 都, 啊, 那些, 很多有善根的众生, 都知道有观世音菩萨。 因为, 观世音菩萨, 已经是, 成了佛了。 他有那种神通威力, 九界众生, 他都能够, 那个救度。 那么, 九界众生, 我们现在是人道众生啊, 观世音菩萨, 他是有求必应的了。 我们求, 观世音菩萨, 凡是有求的时候, 他都能够来, 感应都来了。 我们求是感。 菩萨来个应的时候, 叫应, 叫感应。 但是, 我们一看, 这个观世音菩萨, 求他的话, 要知道怎么求。 换句话, 我们自己怎么样感, 然后才能得到菩萨来应的呀。 这一个道理呀, 过去, 我们的这个, 台中的, 台中电视的, 老恩师啊, 血流老人啊, 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个, 讲这个七难之前呢, 把这个,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 啊, 那个感应。 这次我们要说一说。 前面, 释迦牟尼佛讲道, 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 这个苦恼啊, 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啊, 众生有这么多, 苦恼啊, 更多。 这在祖师诸解里面就讲过, 任何一个众生, 都有无边的苦恼, 无穷无尽的苦恼。 也就是, 众多的众生, 都是受的同, 相同的苦恼。 比如说, 就我们这个, 这个世间众生来讲吧, 相同的苦恼, 生老病死。 八种, 爱别离, 冤增慧, 求不得, 还有无言之声。 八种苦恼。 八种苦恼, 就换句话说, 这个, 在六道之内的众生啊, 不管是哪里的众生, 这都有。 虽然都有的是共同的了, 但是个别的啊, 在哪一个, 哪一种苦恼方面呢, 有的是更重, 有的是对哪一种苦恼比较轻, 这就不相同。 还有在这个八种苦恼, 分开来讲, 同样是, 爱别离苦, 爱别离苦是共同的了。 有不同的, 不同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台湾, 那个, 一般家长就希望把这小孩子啊, 送到外国去留学。 这个是, 这是爱别离啊。 这个爱别离, 跟过去的, 战争的时代。 我们老师那时候, 在抗战的时候, 离开自己这个很温暖的家庭, 到了四川去。 这也是爱别离啊。 这种爱别离, 更新的台湾的这个, 一般爱别离, 那是天壤之别了。 我们老师从这个大陆到台湾来, 一个人到台湾来的, 他家, 家里人都是留在大陆上啊。 这种爱别离, 我们在台湾的人啊, 这个虽然有爱别离啊, 不能了解他了人家的, 那种爱别离, 那种这个深刻啊, 不了解啊。 虽然有共同的, 又有不同的。 这些啊, 这些啊, 都是, 这个, 因着众生啊, 各种, 过去的因, 跟现在的, 这个叶宝, 这个古宝, 都有关系的。 除了这一, 这一个以外, 其余的八苦, 都有这个, 啊, 各不相同啊。 我们学佛, 学观世音菩萨这一品, 必须把这些个, 共同的, 于是个别的, 这些这个因素啊, 就是因果啊, 要找出来。 在经文里面呢, 这个祖师都是讲的很简单, 但是啊, 原则都是这样, 要明了因缘果。 我们人道这个, 就像我们人道众生, 我们人道众生, 到世间来啊, 生到世间来, 就是造业。 造业就是有, 有所谓这个果报。 有很多人不相信, 我们生下来哪会造业了。 学路老人过去讲啊, 不相信啊, 一般小孩子生下来, 他这个习惯的, 给他这个这个, 吃这个什么这个, 吃这个这个什么, 麻油鸡啦, 这些东西啊, 杀害那些那个, 有找的一个亲戚朋友啊, 用着很多山珍海处的来, 来庆祝啊, 这不就生下来就造业了。 他自己虽然没有能力造业, 他的父母给他造业了。 造业, 有造业就要受苦报。 这其中一种。 那么就算这个, 这小孩子很幸运, 生到学佛的家里, 他父母都是信佛的, 那就不会, 不会拿这些, 杀害这个众生的生命来, 来请客了。 但是一个众生不是这一生啊, 这一生没有造业的前生啊, 前生还有前生啊, 能够说没有造过业的吗? 是这样一想, 我们人这个, 到这个世间来啊, 哪一个众生都造业的了。 造业这个, 要知道这个业怎么来的呀。 无论过去, 现在, 以至于未来, 如果我们不学这一部, 这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话, 不能把这一品的呀, 这个经文, 以及诸诸诸解, 没有研究明白的话, 那这造业啊, 过去无时, 未来无中, 一直造下去。 一直造下去, 就在六道这个里面, 生死轮回, 没有了的时候。 想想看, 这个多么可怕。 我们老师啊, 写入老人的境界, 我们做学生的人啊, 很惭愧啊, 对他老人的境界, 我们真是不了解啊。 这怎么说呢? 这怎么说呢? 他老人家, 做了那么多的诗, 在诗里面呢, 刚才讲的这个爱比利苦, 不止这种啊, 其他的痛苦还多啊。 在他老人家那些诗里面呢, 上下连大本的这个诗集, 随处都会看到, 一般众生的这些, 手术的苦。 他这个诗啊, 可以表现出来的。 他老人家写的诗, 与过去的那些诗人写的诗啊, 大不相同。 怎么大不相同呢? 过去的诗人啊, 也知道, 人世家的这个爱比利, 生死的这个, 离别的这种痛苦。 但是只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苦的一个苦果啊。 这苦怎么来的, 他们就不知道了。 更进一步的话, 苦果, 苦的来源, 知道了以后啊, 还有, 怎么样解决这个苦果与苦的来源呢? 那一般诗人更不知道。 就佛法来讲, 众生的是苦, 是苦果, 苦的原因, 招苦的是疾, 苦疾灭到疾啊, 疾是招苦的这个来源。 要怎么样把这苦果, 苦的这个来源, 把它解决呢? 灭, 灭就把这个生死啊, 这个生灭法, 把这个生死啊, 把它灭掉。 那就正道了。 那就得了这个, 把这个生灭法啊, 用修行的功夫啊, 成为这个不生不灭的。 那么你怎么样得到灭呢? 那就这个道啊, 叫修道。 这个苦疾灭到, 这个苦疾灭到这个理论, 这个道理啊, 在这个老恩师的诗集里面, 随处都看得到。 所以他老人家, 做的是, 实际上人来说啊, 他是, 到人家来一个, 实现这个苦疾啊, 实现苦疾, 他随时实现, 你不能说老师本身没有感受啊, 有感受。 随时, 随时, 就用这个灭道的这个道理啊, 自己就化解掉了。 又化解到自己这些苦疾啊, 也同时就是教化一般人。 这种境界啊, 我们研究老师的这个诗啊, 你好好地往里面研究。 就知道他老人家这个诗啊, 借着这个诗, 就是来到释迦来献身说法。 前面讲, 文士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啊, 无量, 卑琴万一众生受诸苦恼。 诸苦恼, 就是, 包括祖师诸节的, 有这个果报, 有这个, 这个恶业, 一个是果报, 一个是恶业。 再就是烦恼。 这个祖师在诸节, 摄入大火, 火不能烧这一段, 诸节了。 这个火不能烧, 就是菩萨, 因众生在那里感。 众生有感的时候, 菩萨就应, 这个有感应把这个火灭掉的时候啊, 包括三种。 是果报火。 果报火。 从地狱, 到初餐天, 都是免不了的, 都是果。 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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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报火啊, 就是, 恶业火啊。 恶业火啊。 恶业火也是从, 地狱, 一直烧到飞翔, 飞飞翔的。 到那种烦恼火, 那就多了。 从地狱, 一直到等觉菩萨。 这就是感应。 换句话说, 一个烦恼火啊。 等觉菩萨有感, 菩萨才应啊。 那么这个是, 三种的这个火, 分成三大类。 那么这个三大类的这个火啊, 以这一类的话, 其余都是这一个, 也都是一样的解释啊。 都是有三种的。 那么这些从烦恼, 到夜, 到恶业, 到古报, 从哪来的呢? 就是, 从《起性论》里面讲, 这马鸣菩萨这个, 著作的非常重要的一部论。 众生就在一念不绝, 而有无名啊。 无名, 一动了, 就是夜向。 夜向一转, 转就是这个转向, 就是箭, 就是箭, 就是箭分的箭子。 再一转就是, 境界向, 三细向啊。 马鸣菩萨这个, 《大臣起性论》里面, 三细向就是夜转现啊。 夜转现就是, 无名, 它从无名起来的。 无名为阴, 生三细。 再由三细呢, 境界为阴, 长六处。 三细这个, 这个, 境界向, 一转现, 现就是个境界向。 境界作的月呢, 长六处向。 六处向里面, 那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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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 夜种子, 什么的, 都出现了。 我指, 法指啊, 俱生我指, 这个, 嗯, 俱生的法指, 还有这个, 分别的我指, 法指, 全部都有了。 因此啊, 等约菩萨都有烦恼啊。 就是从那个, 无名来的。 等二下之, 等约菩萨以下的, 这个, 正道一部分, 一部分法神里的那些, 法神大事, 当然也有。 法神大事以下, 神文圆诀, 那更有了。 这个是, 四圣节啊, 四圣节啊, 以下六法节啊, 六法佛我们是, 六道里面, 法佛众生啊。 所以都有。 有了这些, 这个来源, 找清楚了。 来源, 找清楚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得到, 观世音菩萨来应呢? 有求必应的话, 我们有求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应着我们来, 就来解救这个苦恼呢? 观世音菩萨连那个烦恼, 他都能够解救了。 何况这个, 恶业, 果报, 当然能够解救。 虽然如此啊, 但是我们看, 实际上有的, 有的求是求不到啊。 有的求的话, 确实求到了, 有的求不到。 我们要研究就研究这些问题。 为什么有的求到, 有的求不到呢? 这个, 就是要, 这个问题明白了之后, 才能得到感应。 。 那么, 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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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后面, 这个六处都是由无名来的。 知道这无名来的话, 说佛, 原理, 就是要去无名嘛。 去无名, 不那么容易的。 先要悟啊, 要开悟啊。 无名, 无名就是因为, 我们任何一个众生, 就是不能悟到自己, 有真如本心。 真如本心上, 生老病死的一切苦恼都没有的。 就是我们众生不悟自己有这个本性, 才有无名。 有无名, 才有生老病死, 才有种种的苦。 了解这个来源的时候啊, 这也就是一些生死生灭的来源, 就是从不悟来的呀。 那么现在就要悟了。 无我们研究佛法, 无论哪一部经典, 甚至于我们研究儒家的这些, 这些经典, 我们都要悟啊。 悟了之后, 然后你才能谈得上来修行啊。 那么怎么悟呢? 悟啊。 不能凭空来悟。 你要研究经典, 自己研究, 跟着这个, 那些传法的这个善知识, 他讲你在听, 你在闻。 这都要悟啊。 就拿这个闻来讲, 闻啊, 包括讲经听经, 都有悟。 都是闻。 闻是什么呢? 闻就是闻思修三慧之中的一个, 闻慧。 闻本身就要有智慧。 我一周是, 在讲到这个闻的时候, 他就提到, 闻有四个一。 有闻、闻, 两个闻子连在一起。 有闻、不闻。 还有呢, 不闻、闻。 第四个是不闻、不闻。 闻。 这四个, 四个名字啊, 讲起来很麻烦。 全部讲起来啊, 大家感觉到这是, 哎呀, 太, 费的时间太多了。 总维起来讲, 四方面讲这个闻啊, 就是, 从开始学这部法画经, 直到现在, 来学这个普门品。 那你学法画经, 学普门品, 就要发现, 把这个法, 以及光世音菩萨, 这个, 有求必应的, 救苦救难的这个, 这个原理。 你要用闻, 这个智慧, 来误啊。 你闻的智慧啊, 身闻缘约的智慧不行。 你一定要发心, 发心啊, 我自己在学, 我自己在闻, 我将来有, 把我所闻所得到的呀, 我要发心的是, 叫他人来闻, 叫化别人, 自度度他了。 就是从闻闻, 闻不闻, 不闻闻, 不闻不闻不闻, 这四方面呢, 由钱入神, 发心的, 自己在学, 在修学, 也叫化他人来修一学。 这四种意义。 四种意义都是要, 叫我们学, 法化间, 学普遍的人呢, 要用智慧来, 来闻, 来误的。 前面这段经文讲, 闻是观世音菩萨, 闻是众生, 闻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 观世音菩萨, 他这个观, 观世音菩萨这个观是涵盖一切了, 配合众生这个文的智慧。 观世音菩萨这个字啊, 他也是, 他也是, 从四方面来讲, 来问众生, 来这个, 应众生的这个文的。 先观世音菩萨对于文文, 我们是讲这个, 讲这个, 这个, 因缘法, 因缘俗生法。 他的观世, 从这方面来, 来观, 观文文。 后面的三种呢, 就是用, 这个, 空甲中, 配合着来观。 观空, 就是观稳不稳。 那么, 观甲, 是观这个不稳稳。 观中道, 就是, 观的不稳不稳。 在观世音菩萨这个, 观这个字啊, 对照, 众生的稳这方面呢, 也有分成四种。 实际上, 观世音菩萨这个观啊, 那, 观的太, 观一切, 他都无所不管的。 为了对照, 众生的能稳的这个四种啊。 观世音菩萨, 就这个, 感应方面来讲。 他有四种观。 观世音菩萨, 对照, 众生的四种稳, 虽然讲起来有四种观。 实际上呢, 观世音菩萨, 是因应之中来观的呀。 他因应, 把这个, 众生的四种稳的话, 都在因应之中, 就能观清楚了。 这就是妙观。 那, 妙音观世音菩萨, 是妙观。 妙观就是在因应之中来观。 那, 我们众生呢, 知道, 观世音菩萨在因应来, 来妙观的话, 那我们要真正发挥这个稳的智慧呀, 也要一念的来稳。 这个一念就是, 经文人讲, 一心成名, 有一心呢。 根据我们稳, 稳的智慧, 得到了这种这个, 这种无的一种方法之后, 然后正式来修持的话, 就是要一心成名。 菩萨是, 以一念来, 来代表一切这个观。 我们就是用一念呢, 来, 把这个四种这文呢, 都是归在一起。 这叫一心。 这里讲一心成名, 是一心念观世音菩萨, 菩萨的名。 这个一心就是, 《阿弥陀经》里面呢, 这个念佛。 一心持名, 就是持到这个结果的话, 就是得到一心不乱。 开始念的时候, 持名的话, 就专心的, 不要有杂念。 就一心持名。 持到要正果的时候, 就是得一心不乱。 所以就是在这里讲到, 一心之名啊, 他这个一心呢, 是一心, 有理一心。 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是一心理一心呢, 是一心, 得到是一心的话, 断剑萨糊, 这个持到理一心不乱的话, 就是断这个, 成沙糊。 在这里讲呢, 是一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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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应, 一心。 那一心呢? 十一世间, 一心事象啊, 遇到种种灾难。 理一心不乱? 这个理, 在理上的那种呢, 理那就是那些烦恼啊, 有无名所起的这些烦恼啊, 分成这两种啊。 讲事业性离性呢 彼此必须知道因果 因果是简单的讲 讲完全的话就是因缘果 造了因 然后啊 必然又得到结果 从因到果之间呢 要有缘啊 没有缘的话 这个因是在那里啊 还不会马上结果的 这个缘很重要 现在讲这个事业性呢 得到观世音菩萨 解救这些事 世间这些事上的灾难呢 这些灾难要问 我们众生到这个世间来 就拿人道来讲 到人家来就是受苦报的 受苦报必然 前面造的有这个造的业 叫业印 现在受苦报了 苦报包括个人的 这些种种的苦恼 个人呢 在家里跟家里人呢 出不好 有苦恼 个人有生病 有各种这个灾难 这些苦恼 这个灾难呢 必然有他的 在以前造的这个因 造这个因的时候啊 受着这个果报啊 那么要求观世音菩萨 把这个果来灾 那个灾掉 这个灾的时候啊 不是真正的灾掉 要真正的灾掉啊 必须把这个阅 阅阅灾掉才可以的 现在看起来 受了灾难 灾了之后啊 一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 灾难就灾了 这是啊 暂时的治标 不是治本啊 等于那个病 那个灾难等等 就是标而已 暂时给它止住 止住这个痛苦的 这个现状 它这个夜阴没有消除啊 暂时止住啊 过个时候啊 现在看起来 好像这个痛苦止痛了 病根都没有止得好 过的时候它又乏了 那么我们真正求观世音菩萨 来救灾救难的时候啊 必须得把这个 要懂得理 懂得理啊 这个理就是要 懂得什么理呢 就是要明显间行 就彻底的无 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真如本心 真如本心一无了之后 我们虽然还没有争到这个 没有争到这个境界呀 无了这个知见证了 我们呈观世音菩萨 名号的时候啊 一成名的时候 就是一心来成名 这个一心成名 这个一心起来 这个一年起来的时候啊 其他的杂念都没有 都把它盖下去了 都把它盖下去了 这个一心起 一年起来的时候啊 虽然还没有自己本 这个还没有争到这个 那个 那个境界呀 可以 方向是正确的 可以跟这个 观世音菩萨 逐渐逐渐接近了 观世音菩萨 他这个 他这个 观呢 这个一年之中 那个观的是 不管你终身是 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文啊 他一观 都能观清楚 我们闻了之后啊 能这个 用这个一心来 持名的话 就能得到 观世音菩萨 那个谱 谱 谱 得到谱 谱的时候啊 那个灾难 溃灾难 灾难 灾难 我要知道 那个 那个种子啊 灾难的 生死的 这些 各种灾难的 那些 那些种子 没有断啊 不究竟 所以我们 知道 一心成名 知道 念过世音菩萨 知道这个 原理之后啊 也能得到 菩萨来 来解救 但是呢 得到这个 初步的 感应之后啊 我们在这个 日常啊 日常行为 生活各方面呢 我们心里啊 就要念 观世音菩萨 就要 观世音菩萨 就把我们的念头啊 跟观世音菩萨 寻生救苦 有求必应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心啊 变成观世音菩萨 来从观 来从这个 来从这个心里 长世音菩萨 我们有这个心里 在心里变化 那么就是 久而久之啊 就能把这些 就通达这个理了 把这个世上的那些 那些障碍的那些种子啊 就能灭掉 以这个原理 我们归结到 念佛 念阿弥陀佛 也是这样啊 在念佛的时候 念阿弥陀佛 不念佛的时候 心中要有佛 心中要有佛 就是 敬念相继 那久之 久而久之 就能够断结死活 把这些无名 就能够断除啊 观世音菩萨 在西方极乐世界 帮助 是救救救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众生的这些灾难 那么 那么 归咎到最后 配合 念佛的话 就是得到一心不乱 讲这个因果 是因缘果 我们众生 我们众生在世间 这个造这个因 就是造业了 凭什么做呢 生口业 众生不知道 往往出口就伤人造苦业 这个身体的造这个罪业 也是多得很 然后在意思里面 众生的这个意思啊 都是 都是 孙人理解的 这个是 这个意义就是 就是很恶的呀 所以我们众生 生口意义 造这个业 随时造业呢 要有缘才能结 才能 造的恶业 所以中间要有缘 才能够受苦 苦报 我们念 念这个阿弥陀佛 念这个 观世音菩萨 就把这个缘呢 把它 把它压制住 不让它起来 所以我们 求观世音菩萨 移成观世音菩萨 圣号 这个 那个夜音啊 那个 那个缘没有了 借着 菩萨名号 把那个 那个 那个 中间这个缘 把它 把它 折 压 压缚住了 不结果 这个不结果 就是能够 消灾面啊 这样虽然是 不究竟的 那个 夜音的种子还在 种子还在 能够 眼前消灾面 就很好啊 那么再加上 我们日常心里面 到 口里讲话 身体 俗心的 都是要符合 观世音菩萨 那种 这个 救苦 救难 那种 慈悲啊 就能得到 消灾面 那种 结果 如果 长世纪的 一直在 心里面 处处 对于 观世音菩萨 救苦 救难的 慈悲心 那 长世纪 就 撑到这个 心的话 久而久之 就把那个 夜种子 就灭掉了 当然 这个不是 一生一世 能够办得到的 所以 归结到后来啊 要 一定要 发源到 极乐世界去 那才能够 很快 才能成就 观世音菩萨 在这里讲 是讲 救苦 这一方面 除了救苦之外 观世音菩萨 另外 有求必应 众生 受求的话 观世音菩萨 也 一定 答应给众生 满足 他的要求 但是 那个求在后面 才讲到 也要 符合 观世音菩萨 的慈悲 慈悲 就是 慈是 愈乐 悲是 拔苦 只要 慈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 有求必应 这也是一定的 下面呢 就是 根据这个 这个道理啊 所以 是 舍入大火 火不能烧 有大水 不能飘 了解 这个 我们今天 所讲的 这些道理之后 下面就懂了 就一定能够 随忽在这些灾难 都能免得 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为止 咱们 欧 咱们 咱们 感谢观看